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傅云生小夫总是一个主动而又有担当的男人 他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为人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无论是在剧中还是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男人都是一种稀有的存在 他们懂得药物的重要性和正确使用的方法 能够在现场配药解决人们的健康问题 这种技能无疑给人们带来了便利和安心感 不仅可以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 还能获得一份贴心和关怀 这样的男友不仅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还能时刻关注并照顾身边人的健康 他们的专业性和责任感无疑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信任和依赖 寒冷寂静的冬日山林中 诚意小夫总的形象更是让人心动不已 黑色充分衣勾勒出他健硕的身材和坚毅的气质 雪白的小脸透露出他内心的善良和纯真 红润的唇则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带点神经质的迷离眼神藏在额前散发底下 给人一种神秘而又吸引人的感觉 这样的形象让人无法抵挡地被吸引着 庞福诚意小夫总已经成为了生命中那束最耀眼的光 妈妈我被这样的男人迷成了智障也是情有可原的吧 他的出现让我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暖 和他在一起我可以感受到安全和依靠 他会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柱 他的专业能力和责任心也让我对他充满了敬意和崇拜 我相信在他的陪伴下 我的健康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我们的生活也会更加幸福美满 陈毅小夫总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要学专业的潜力和吸引力 他的专业性和责任感让人们对这个行业产生了更多的信任和认可 同时他的迷人魅力也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像陈毅小夫总这样的专业人士涌现出来 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也希望每个人都能遇到一个像陈毅小夫总一样优秀的男朋友或丈夫 给我们带来幸福和温暖 欢迎在大波及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